诗篇第131篇 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诗篇第132篇 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我避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塔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我们听说约贵在依法他,我们在激烈耶灵就寻见了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 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贵同入安息之所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高者 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事 必不反复,说 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 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 圣民大声欢呼 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 我为我的受高者预备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 诗篇 第133篇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精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篇 第134篇 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诗篇 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 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做自己的子民 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 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照电随雨而闪 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他将埃及投身的 连人带身序都击杀了 埃及啊 他施行神迹奇事 在你当中 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 他击杀许多的名 又杀戮大人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和巴山王厄 并迦南一切的国王 将他们的地 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 耶和华 你的名存到永远 耶和华 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深渊 为他的仆人后悔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赢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利未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称颂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该从西安受称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真言第二十九章 人屡自受责罚 仍然映着景象 他必轻刻败坏 无法可治 一人增多 民就喜乐 恶人掌权 民就叹息 爱慕智慧的是父亲喜乐 与妓女结交的 却浪费钱财 王界公平使国坚定 索要贿赂 使国清败 谄媚临舍的 就是舍网罗 伴他的脚 恶人犯罪 自限网罗 唯独一人 欢呼喜乐 一人知道查明 穷人的案 恶人没有聪明 就不得而知 谢曼人 伤祸通诚 智慧人 止息重怒 智慧人 与愚妄人相争 或怒或笑 总不能使他止息 好留人写的 恨恶完全人 索取正直人的性命 愚妄人 怒气全发 智慧人 忍气寒怒 君王若听谎言 他一切臣仆 都是奸恶 贫穷人 强暴人 在世相遇 他们的眼目 都蒙耶和华光照 君王 凭诚实 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 必永远 坚立 账打和责备 能加增智慧 放纵的儿子 使母亲羞愧 恶人 家多 过犯 也家多 一人 必看见 他们跌倒 管教 你的儿子 他就 使你得 安息 也必 使你 心里 喜乐 没有意向 民就 放肆 唯 遵守 律法 的 便 为 有福 只用言语 仆人 不肯 受管教 他虽然 明白 也不 留意 你见 言语 急躁 的人吗 愚昧 人比他 更有 指望 人将 仆人 从小 教养 这仆人 终究 必成了 他的儿子 好气 的人 挑起 争端 暴怒 的人 多多 犯罪 人的 高傲 必使他 悲下 心里 谦逊 的 必得 尊荣 人 与 盗 贼 分赃 是恨恶 自己的 性命 他 听见 叫人 发誓的 声音 却不 言语 惧怕 人的 陷入 网罗 唯有 依靠 耶和华 的 必得 安稳 求 王恩 的人 多 定 人 是 乃在 耶和华 唯非 作歹 的 被 义人 增贤 行事 正直的 被 恶人 增悟